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為什麼主權基金一定要講這個大馬石呢? 他除了有特別之外,軟件之外 他有一些驚人的表達是令到不羈度都不能不佩服他 還有真的夠有膽識之餘,還有非常重要的軟件 說什麼呢?就是綠色倡議都不夠,說話都不夠 還要靠投資來改變,但馬石成立了投資平台 Gen Zero 當長青基金踏入了綠色投資的時間,會帶來什麼的改變? 這個是一個概念性的改變,大家一定要清楚 這個影片我希望大家有120%是我推薦給你們 一定要看,還要看多幾次 真的嗎? 好了,投資綠色並非什麼新市民,但從來沒有像現在 這樣放在美光燈之下 綜觀永續發展才是在1900年 美國開始說投資排除化 以個人信仰發出 拒絕了投資一些色情,煙燥,或者其他宗教有關的股票 好了,到了1970年代 全球化浪潮席捲之後造成了CSR的興起 2010年初始化的ESG出現了在世上 大家自開始發覺企業應該從被動化變成主導 積極解決環境、社會、公司的管治等等的問題 好了,對到去年 COP26會議上正式讓永續投資走上新的舞台、新的台階 從機構投資者到社會大眾 無論是投資環境、科技、或者綠色債券 我們都開始參與這些投資項目 不過,既然談到投資 有很多錢的機構 投資人仍然是市場的主角,會不會自己扔錢呢? 好了,長青投資人進入了 除了挪威主權基金、卡達投資局以外 新加坡的淡馬錫 投資就在著名南岸在2022年6月 成立Gen Zero投資平台 在初期注入了120億新台幣 因為這個報告是台灣人寫的 所以用台幣 準備在綠色市場大顯身手 好了,淡馬錫說 一步一腳印建立永續的機制 事實上,這個主權基金的策略 可以分成倡議平台 解決方案平台 投資平時是三個大項目 而非是單純投資 因此,策略上面是企業或者國家目標 是非投資完之後 是要有專案目標的 不是叫你現在馬上出台 但是同時成為投資對盡潛在的協作方 自然容易談到較好的條件 最終推介了他們個人或者自身的收購或者投資 在倡議平台上面 他們說的是一個生態繁榮為主要平台 本身是聚集大量的國際永續組織 機構投資人、政府官員 探討在永續經濟下 碳的價值、綠色金融、人造浴、氣候科技等等的議題 這些觀點進一步成為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國家策略的參考 同時地吸引了更多意識形態去投資的人參與 第二件事是 CAMMAX這個平台是由淡馬錫升展銀行新加坡交易所 渣打銀行擔任發起人 目的是建立碳交易機制 向倡議交易機制形成之下 成立Gen Zero進行投資 再適合不過 同時也能讓企業和新創的公司 看到永續投資的長期投入 是真的來的 不是說的 Gen Zero投入了對綠色市場帶來的三個影響 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主權基金通常包括 包含了國家策略的意識形態 新加坡 計過去發佈的2030年 新加坡綠色發展藍圖 新加坡Grand Pan 2030之後 今年邁向了能源轉型2025 強化了 強調太陽能 低碳氫氣 地熱儲存 以及Gen Zero要尋求深度的碳排放 技術的投資準則 這個對大家 清楚知道 一個主權基金 由國家帶動 變成策略 再帶動投資者 再帶動新的公司投入 還有銀行支持 可以嗎 起碼也不只是說 這個是永續發展的其中第一步 要踏出這一步一點都不容易 謝謝大家 Hello 筆記到我們繼續說 Gen Zero 繼續去尋找一個 深度減碳與能源的技術 投資準則則可解讀為部分符合國家利益 即使要符合新加坡的國家利益 搞這麼多 最重要是令到新加坡最後要獲益 在永續發展綠色能源 低碳排放 這個完全都是未來 投資很未來的未來 但是現在人家已經開始 這個就叫做軟件 所以這個就叫做賣錢 賣步向錢 好了 油彈馬石屬於 永續基金唯一需要交代 單一股東就是財務部 這個資金運用上來是相當靈活 同時公司資產規模也都相當大 根據2010年SWFI的統計 公司的資金高達15兆 現在可能更多 這個也是台幣 因為這個報告 我沒有辦法可以在新加坡找得很完整 所以在台灣有一個這樣的報告 資金整合起來就可以了 其市場的影響力巨大 不但可以單獨投資 也可以投資其他氣候基金 Gen Zero未來可能 持續受淡馬石注資 成為更大的氣候投資者 最後由於Gen Zero的投資對象是一級市場 從萌芽期到獨角獸階段都可以入股 並無出場的壓力 資金可以重複循環市場 形成正向的投資循環 好了 Gen Zero劃取僅是未來投資藍圖的一部分 事實上Gen Zero是淡馬石投資平台的其中一環 2021年公司與世界最大的管理業者 貝萊德成立了這個Partnership的關係 專門投資低派印技術的創新 2022年3月公司也與日本三井住友公司 共同出資投資資產管理公司 這個新臨基金 這支基金專門是投資柚木、橡膠樹、岸樹等森林保育區 這支樹中於低盼而言是強而有力的功能 其他投資環包括了亞洲開發銀行和澳洲政府 觸見到國際機構與政府單位也開始佈局各種碳排放的項目 從倡議到結盟 從結盟到投資 這場綠色金融的正式大戲呢 就在哪裏展開呢 新加坡 而是由新加坡的主權基金淡馬石發酵 大家記不記得李顯龍總理飛了澳洲和澳洲的總統總理 簽了一個約就是講正零排放 什麼叫正零排放啊 最近所有的零排放 也都牽涉到一些粗 就是這個種樹啊 地區的發展啊 旅遊的項目啊 有沒有勞啊 有沒有投資環境啊 吹都吹到很多 這個外國的投資者 因為這個很簡單啊 全世界都必須清楚 永續這個概念 還有 現在氣候危機嘛 是不是即使換句話說 我想 不申自願要嫁個有錢人 那怎麼樣 去找有錢人出沒的地方咯 對不對 整理好那些有錢人 喜歡什麼類型的女性 男性都可以啊 然後認識那些有錢人 那你就有機會嫁到那個有錢人咯 跟現在大馬錫這個投資基金 是不是一樣 不過 它不僅這麼簡單 去出錢出力 還做了宣傳 還做了領頭人 牽頭人 在哪裡開始發酵 新加坡 也都標誌著新加坡非常有遠見 所以最後尾 喂 大份那個肯定是去拿 想都不用想的 所以 淡馬錫的投資 在這個範疇上面 咳咳咳 我認為 Shall we 贏硬 真的啊 但是在中國投資淡馬錫的部分呢 我就有一點點意見 要跟他們的所謂專家 要有一個不同的研究 在這個方面 永續發展 槍耳綠色的都不夠 要用投資去推動 這個部分 大致已經給到大家的答案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不羁道 繼續發掘不同的科技 不同的策略 不同的經濟部署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點贊 訂閱訂閱